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频道 在本视频中 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内容 无论男女 50岁后若具备4个特征 恭喜你健康又长寿 长命百岁 万年富贵 这应该是每个人所期待的美好愿景 古话说五十而知天命 意思为五十岁的时候 已经不得不认命了 这句话又可以解读为 五十岁的时候 人的生活状态已经基本确定下来 这时候是不是长寿体质 基本已经可以判别出来了 长寿体质有哪些特征 一、腿脚无病痛 身体一旦染上疾病 不管大小 都会使人显得分外憔悴 特别是腿脚 老人一旦腿脚染上疾病 影响走路 大多数都不愿意再行走 更是加重了腿部的退化 如果腿脚没有病痛 行动自如 说明身体各部位器官 如心脏、大脑、关节、肌肉 都处于正常的状态下 这时候的中老年人会更注重活动 不因身体不适而导致运动量减少 正是响应了那句话 腿好脚好身体好 二、大小便正常 许多人会留意到 当生病了去看医生时 特别是中医门诊的医生一定会 问及到大小便情况 大小便是我们体内排泄出去的废弃物 在体内走了一遍 最清楚身体的情况 许多老年人会有便秘的情况 这往往正是许多慢性疾病的潜在信号 如果50岁以后 排便情况正常 不会出现异样 排便过程也很顺利 那么意味着你拥有一个长寿的身体 三、吃得好、睡得香 吃得好不是说饮食一定要精细 大鱼大肉、山珍海味 而是到了50岁之后 依然可以健康顺利的进食 吃得好代表着胃口好 没有肠胃方面的不良疾病 没有口腔方面的困扰 同时也反映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 四、心情好、气色佳 一个人身体好不好 从面部最能反映出来 气色红润有光泽 代表这个人的精神情况 和身体情况都处于非常不错的状态 如果表现出面色微黄 面黄肌瘦 代表这个人身体状态不好 甚至是处于疾病状态 怎么做才可以变得更长寿 多串门 作为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 串门可使老人变得性格开朗 并且多结识一些朋友 使他们在晚年依然拥有一个 良好的社交圈并继续保持年轻时 关心他人 乐于助人等优良品德 多动脑 对于老人参与诸如电脑 象棋 外语等注重动脑的活动 美国家庭总是予以全力支持 并提供方便 这是因为 让老人多参加这类活动 不仅可丰富他们原本较为单调的晚年生活 而且这类活动本身就是 锻炼大脑的体操 长期坚持可有效预防大脑功能的衰退 甚至还能延缓或遏制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多说话 通常人们不喜欢老人唠叨 美国家庭却主张老人应多多说话 而且说话的对象还应不局限于家人和朋友 美国人普遍认为 多说话亦可帮助活跃老人 业已变得迟钝的思维 二可为老人提供获取许多宝贵的信息和知识的机会 三可充实过于平静的老年生活 多参加运动 参加多项体育锻炼 如既喜欢散步又坚持游泳或骑车 可大大减少运动时 可能出现的乏味和疲劳 由此做到锻炼的持之以恒 多投身大自然 让老人有机会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 有助于身心两方面的健康 故只要条件许可 美国家庭便为老人的旅游或户外活动提供可能和方便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